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文生活馆的严选官Sherry 也可以叫我小蘑菇 视频开始之前呢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现在由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 就在华文生活馆所有的产品上架之前呢 我会筛选出供应商送过来的产品是否回格 是不是真的是好用的厨房电器 这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产品测试 那今天我们要测试的产品就是 小熊的白子电气锅 今天呢我们就会用小熊的电气锅 做一个气锅机 那这道菜呢早在2000多年成的云南 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据说啊是一滴水都不放 就可以做成一碗鸡汤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测试一下小熊的电气锅 是不是真的一滴水都不放 就可以变成一碗鸡汤了 那我现在拿的呢 就是小熊的电气锅了 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就是它的外形 是特别特独特的 它这个锅是可以分开的 然后这上面其实是一个塔吉式的锅 那它的盖子里面打开呢 是这样子的 像一个烟囱 这其实是一个蒸溜孔 然后呢蒸汽是从里面上来的 然后蒸汽遇到我们的锅体之后呢 然后就会冷却下来变成水泥 然后它就会变成蒸溜水 这样我们包汤里就可以一滴水都不用放了 然后它这个底座呢 它是这样的 里面是一个不锈钢的内袋 然后它是要在下面放水 在上面可以不用放水啊 然后呢它可以是做火锅呀 蒸煮啊 做一个海鲜蒸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厂家还送了一个蒸隔 还有一个玻璃的盖子 这也是一套的啊 那我们这个蒸隔啊 平时早餐的时候可以蒸蒸红薯啊 馒头啊 蒸一点粉蒸肉啊 然后平时早上没吃完的饭 也可以中午的时候再热一热 还有它很贴心送了一个勺子 然后这个勺子呢 你平时比如说我煮个火锅啦 然后也可以瓦汤喝 然后这个上面气锅鸡也可以瓦汤 因为它有一个孔 所以有些勺子它是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好 然后它这个配的勺子是比较符合它的一个设计的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它的功能 其实它是有六大功能的 可能拍摄的时候它是一个磨砂的品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给大家念一下 第一个就是气锅鸡 待会这个我们会测试的 第二个呢是桑拿鸡 第三个就是海鲜粥了 还有是煲汤 蒸煮 保温 然后它还有一个预约的功能 好 以上就是我们产品的所有功能介绍啦 下面就到了我们最精彩的测试环节啦 OK 我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刚用料酒腌制的鸡 一整只哦 然后这个是虫草花 还有香菇 切了几朵带花的 不到好看 还有灵魂的姜 好 第一步我们先放虫草 剩下的可以留在最后再放一点 然后再放一点鸡 把它铺马 再放香菇 再铺一公鸡 最后再铺上剩下的虫草和香菇 然后还有一点姜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锅体下面放水 它这个下面是有最小蒸煮桑莱鸡和最大水位线 我们放在最小水位线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可爱的锅放在上面 选择对应的气锅机这个功能就可以啦 我们先按功能键 然后它第一个显示出来就是气锅机 然后再按一下确认 它可以开始工作啦 终于两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在门外面就已经闻到了香味 好 我们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这个汤的颜色真的是金灿灿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上面撒一层葱点金之笔 大家看之前的时候可以知道 我上面都一滴水都没有放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汤汁 而且这个汤汁是那种特别清透的汤 感觉一口喝下去可以滋润你的心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汤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颜色是金灿灿的 因为我们放了虫草花的原因 然后加上这个鸡 我们都没有放任何的油啊调料品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肉 很烂很烂 这是它的一个鸡翅的部位 真的是肉鲜味美啊 它的颜色也是那种金黄黄的 软软烂烂的吃到嘴里就是那种糯糯的感觉 入口即化这个皮 哇 这个肉夹着那个汤喝真的是绝了 然后这个小香菇也是那种滑滑QQ的感觉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可以看到 它已经很烂了 你看 爽 好了 这2.5个小时真的是没有白等 云南的这个汽锅鸡啊 我们是完美的把它还原了 我们过程当中是可以看到的 它真的是一滴水都没有放到哦 它完全是靠它从底部下面的水 然后通过它的中溜孔变成了 凌结成的水蒸汽变成我们的鸡汤 然后这个味道也是十分的鲜美的 好了 那喜欢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在后期继续关注我们 会分享更多的雏电测评哦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拜拜